《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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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认为这个姑娘非常漂亮 或是我大概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个抓了我夫人的骗子 她的骗子 她就回来 她就叫我 《乌龙》 《乌龙》 叫我留下 这是我中国夫人 大家认为 我和她也会 可是她同意和我也会 一个借口人要和我竞争她 当天就失败了 以后我跟她 给我电话 以后我和她 打电话联系了 我们就这么1950年认识的 而我是第一批的学生 外毛大学第一批留学生 中国大学生不能结婚 那时候有这么规定 外国留学生 简直是做梦 应该是部长决定 那时候部长是周总理 外长那时候是周总理 所以我的皮下来的 中国有名 有周总理 周总理同意这个姑娘和我结婚 我是非常敬佩中国的发展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中国是最凶的国家之一 谁能做呢 我从二十岁一直管何种关系 作为学生 作为外交官 我愿意我和我继续为 各种关系工作 一辈子为两国关系工作 一辈子 一辈子 我在中国留学 就长生了对中国的感情 不是因为我当了大师 如果我不是 就做obile 在中国之中 我还是要不改变 对中国的感情 像你们 reuni采